日本防衛省2022年度预算破纪录申请近5万5千亿日元 防衛省今年的预算申请额较去年多2.6% 研究开发预算也是史上最多 达到3257亿日元 开发新战机、卫星和人工智能等 又计划斥施1300亿日元 向美国买入12架F-35隐形战机 采购量比起去年多一倍 也会重点加强防卫尼岛 包括用379亿日元 开发防止敌舰靠近尼岛的长程导弹 以102亿日元添置两艘运船等 一模形容是指财抗衡 中国在海市的活动国障